下一次 If you want more 所以我覺得我在住這些東西很穩的感覺 很多人說學滑雪要堅持地摔倒 Hello大家好我是香奈兒 那今天呢我邀請了我的三五好友 跟我一起去New Hampshire 的一個血場 叫做Pats Peak滑雪 那現在是2月左右的時間 滑雪是非常盛行的一個活動 那身為一個初學者 其實我今天非常的緊張 那我現在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今天帶了什麼東西 第一個就是這個 滑雪的一個眼鏡 一個柏微 就是在山上滑雪的時候 其實那個冷空氣 會讓鼻子跟嘴巴都非常不舒服 我的毛毛 然後最後還有我的手套 那其他的安全帽啊 花雪的一些器材都是在 雪場那邊就可以租到 其實我現在真的超級緊張 因為我很怕我等一下會摔得亂七八糟 所以 祝我好運 我們現在已經租好所有的泳池 包括 安全了 沒有 還有擺帳 所以我只要我在租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就開始緊張了 然後我們現在準備要上去 好 做我一切順利 我剛剛溜完我人生中第一趟雪了 然後 我腳超超級痠 但很幸運的我還沒有跌倒 然後很多人說 學滑雪要先學摔倒 但我好像還沒學會 等一下去挑戰一下 更高難度的 耶 我們現在在坐纜車 我們現在在坐纜車 我好緊張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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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可以來嘗試 但是像我這種 很怕冷的人 可能就 不會再來第二次了 因為我真的被冷到 但我還是非常喜歡滑雪 也是一種人生新體驗 那希望你們 喜歡這次的影片 掰掰 好緊張